欢迎来到我们的世界简报节目 今天我们有三个热点新闻要跟大家分享 首先美国参议院通过了一项法案 要求TikTok的母公司字节跳动 出售这一社交媒体平台或面临禁令 这项法案还将提交给拜登总统签署 接住美国海军上将表示 中国计划到2027年具备入侵台湾的能力 这一消息无疑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 另外美国反兴奋剂机构USDEAR 呼吁对世界反兴奋剂机构 道路以为DEAR进行全面改革 并对中国游泳运动员东京奥运会前测试呈阳性的情况 进行独立调查 这三条新闻都引起了广泛关注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最近的一系列政治动作中 美国政府正展示出对中国政策的坚定立场 这不仅体现在对流行社交媒体平台TikTok的处理上 还包括对中国可能对台湾进行轻的关注 内科医者报道 美国参议院通过了一项引人注目的立法 要求TikTok等公司位于中国的字节跳动 出售这一社交媒体平台 否则面临禁令 这一立法被视为对中国威胁的回应 并且是华盛顿长期以来对中国持有的双边担忧的高潮 这项立法还禁止字节跳动控制TikTok的算法 多年来立法者和行政官员一直表示担心中国当局 可能强迫字节跳动交出美国用户数据 或者通过在TikTok上压制或推广某些内容来影响美国人 这项立法作为一个价值950亿美元的大包裹的一部分通过 该包裹提供了对乌克兰和以色列的外援 现在已提交给总统乔拜登 他表示将在周三签署 Economist 报道进一步细化了这一事件 指出美国总统乔拜登即将签署的法案 可能会在美国禁止TikTok 该法案给予字节跳动最多12个月的时间 将应用程序出售给非中国所有者 然而中国政府作为字节跳动的股东之一 已经表明他不想放弃TikTok 这使得该应用程序在美国无选择只能关闭 TikTok计划向法院上诉 认为该法案违反了用户的第一修正案权利 即言论自由权 另一方面 针对中国对台湾的潜在威胁 Nikkel Eason也报道了美国印太司令部指挥官 约翰·阿奎利诺上将的关联 他表示中国旨在到2027年拥有入侵台湾的能力 这一时间线是基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要求其军队准备好在2027年执行入侵的请求 阿奎利诺上将对中国的军事扩张和对台湾日益增长的挑衅表示担忧 并赞扬了美国总统乔拜登和日本首将岸田文雄达成的协议 该协议建立了美军在日本的联合作战指挥机构 以促进与日本自卫队的更大合作 这些动作显示了美国对于中国政策的坚定立场 无论是在处理国内社交媒体平台的所有权问题 还是在应对区域安全挑战方面 这些政策的执行和可能的后果将在未来几年内对国际关系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当今的国际舞台上 竞争和争议似乎无处不在 从体育赛场的公平竞争到全球政治舞台的能源争夺站 再到各国对外援助的策略部署 这些事件揭示了国际关系的复杂性和多层刺激 首先我们来看看体育界的一项重大指控 这判刊报道 美国反兴奋剂机构USDA近日 提出了对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DA的全面感和要求 并呼吁对中国游泳运动员在东京奥运会前测试呈阳性的事件 进行独立调查 USDA主席Travis Tiger指控WDA隐瞒了23名中国游泳运动员测试呈阳性的消息 他们被发现使用了处方心脏药物许美他定TNC这种药物 被认为能够提高运动表现 Taggart与WDA和中国反兴奋剂机构CHINDA的回应表示不满 认为他们在周一的新闻发布会上没有给出满意的答案 另一方面在国际政治舞台上 Associated Press 导了美国过会通过的一项价值950亿美元的外援方案 这一方案涵盖了对乌克兰和以色列的军事援助 美国武器系统的补充 以及对加沙平民的人道主义援助 美国总统乔戴登承诺将在周三签署这一方案 该方案的开支细节包括610亿美元用于乌克兰 和补充美国武器库存260亿美元用于支持以色列 和为加沙地区人民提供人道主义救援 以及80亿美元用于帮助美国在印太地区的盟友和对抗中国 在能源领域的争夺战中 Japan Time Zone又报道了越南和菲律宾 在开发其海岸外天然气储藏方面遭遇的挑战 越南的蓝金项目原本计划由埃克森美夫领导 去年就应该开始运行 但由于合同条款的争议而被推迟 与此同时 菲律宾政府在吸引其海上天然气项目的投资者方面 也遇到了困难 尽管该国对进口天然气和石油的依赖日益增加 这两个国家原本希望通过开发能源资源 来提高自身的能源钱 这些事件不仅展示了国际社会在公平竞争 对外援助以及能源安全等多个领域面临的挑战 也凸显了各国在追求自身利益时所必须进行的微妙平衡 从美国对外援助的策略部署 到对体育赛场上不公平行为的抗议 再到在能源领域的国际争夺 这些事件共同构成了当今世界复杂多变的国际关系图景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w放 康民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